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迪社爆料了Pigbank基地 Blackpink前年两个人恋爱一年多的消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根据迪社报道 迪社记者亲自募集了基地与杰尼的约会 两个人的约会地点大部分都是在双方的家 而基地位于Hanano的高级驻站 有专用的出入口与电梯 想要进入家里的话 还需要进行两个阶段的认证 而杰尼使用的YG车辆 已经有事先在基地的家登机车盘 所以不需要另外的认证 就能进入专用停车场 然后利用专用电梯直接到达基地的家里 杰尼一般都会在结束Blackpink的行程后 就去基地的家 上个月31号 Blackpink线上演唱会当天早上 杰尼是从基地的家出发到演唱会场所 而在现场也发现到基地的车辆 两个人的亲友对迪社表示 YG娱乐内也有很多人知道两个人的关系 而杰尼的母亲也知道女儿与基地的交往 迪社最后表示 基地每次被爆料绯闻的时候都默默不答 但是迪社这次募集的两个人 确定是恋人关系 希望不要以亲近的前后背关系这种老套对应 期待能爽快地承认 对此YG娱乐对媒体表示 公司无法帮忙确认一人的私生活 希望能谅解 对于迪社的这个消息 除了谁比较可惜两个人配不配 这种在绯闻一定会出现的留言之外 很多韩国网友们的反应是 YG一般不是的话就会说不是吧 对的话就说是无法确认 也太一致了 说实话绯闻是不需要对应的 这是个人私生活 要信的人就去相信 不想相信的人不去相信就好 这才对呀 为什么还要在那里要求对方承不承认 把这个努力用在采访事件上吧 你是记者的话 在最近这种时候 想要报这种新闻吗 之前太阳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YG对应绯闻的这个方式非常喜欢 大家还记得吗 太阳民众林第一次被爆料恋爱的时候 YG娱乐的正式声明是 现在联络不到天阳本人 如果恋爱是事实 就会祝贺的 不过这次韩国网友们的这个反应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迪社这次爆料文的最后一段 迪社这次目击的两个人确定是恋人关系 希望表演轻轻的前后被关系 这种老头对应期待能爽快的承认 这也是给了网友们耍大牌的感觉 而且现在连续好几天 韩国都因为X风波 引起这么大争议的时候 突然爆料了这样的新闻 会不会是想要掩盖其他的事情呢 总结一下就是 这次迪社的爆料 没有像之前一样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可能就是跟最近的X爆料有关系吧 所以对于吉迪与前几的迪社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觉得 艺人们谈恋爱 需不需要记者来公开呢 我是觉得 东西 东西 北断 北断 北断